黑色造車以及幾輛機車 在路口停等紅燈 沒想到下一秒後方的小黃衝了上來 卻沒有停下來的跡象 直接撞向前方幾輛機車 其中一名女性機車騎士 當場被撞飛 一旁的男騎士也被撞倒 當下雙腳被卡住 急忙伸手呼救 好心民眾趕緊將他拉出來 並報警 造勢的小黃運槳 傳了禍急急忙忙下車查看 事故就發生在台北市松山區 這個路口 事故發生之後也讓附近民眾 相當吃驚 原來陳信雲講在前方路口 左前輪突然爆胎 結果他踩了油門 導致計程車失控往前衝 造成一個人受傷 五部機車損毀 車輛除非是在四個輪子同時都沒有氣的狀況下才有可能導致煞車會有失靈狀況 不然其實如果只有一輪爆胎或者兩輪其他還是正常的輪胎都還是會提供一定的煞停力道 無獨有偶 台北市中正區 新生南路跟仁愛路口 一輛機車沿著慢車道行駛 行進路口時疑似因為煞車不急 直接撞向前方正要停等紅燈的機車 所幸兩名騎士只有情傷沒有大礙 騎車上路趕時間還是得注意行車安全 否則賠錢是小受了傷得不償失 三天新聞雇員松陳昭文 台北